週二 中國企業瑞幸咖啡發布公告稱 5月15日瑞幸已收到 美國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的退市通知 此前 瑞幸咖啡因財務造假導致股價大跌 納斯達克已經於4月初 停止了瑞幸咖啡的股票交易 5月19號晚間 瑞幸咖啡發布公告稱 15號已收到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 決定將公司股票 從納斯達克市場退市的書面通知 公司計畫向納斯達克聽證委員會申請舉行聽證會 但不能保證聽證會小組會批准公司繼續上市的請求 此前 美國匿名調查機構《渾水研究》 曾在推特發布了一份長達89頁的瑞幸咖啡研究報告 稱其在2019年第三季和2019年第四季 每店每日商品數量分別誇大了至少69%和88% 今年4月2號 瑞幸咖啡公開承認 財務造假 表示自查發現公司首席運營官 劉健等人財務造假 涉簽大約22億元人民幣的交易額 公司董事會成立特別委員會進行內部調查 消息傳開後 瑞幸咖啡股價應聲下跌 曾在一個交易日內一度下跌超過75% 隨後瑞幸被調查 股票要停牌 達不到的要求 因為全部都是假的 自從上次這個渾水公司把他們這個介入出來以後呢 這個公司上下肯定也是一片恐慌 雖然現在它的董事會把這個 當時的這個主事的那個公司總裁 和總運行長給開除了 這個仍然沒有太大的挽回這個投資者的信心 人們仍然不夠相信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 瑞幸咖啡被停牌調查 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很多上市公司也都存在銷售額造假的問題 它如果現在真的被強迫退市的話呢 那就很麻煩了 股票不能在交易所交易的話呢 那一般的投資者呢 都不會找到它們 找不到它們 旅未政經分析人士秦鵬則表示 瑞幸咖啡早在上市之前就在造假 據大陸媒體報導 瑞幸咖啡總部位於福建廈門 近年來業務成長飛速 還以中概股最快速度IPO 登陸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 如今 瑞幸造假一事 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高度關注 4月21號 美國證監會發表聲明 提示中概股的風險問題 限制這些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 以後所以它們在美國市場上 籌錢的那些希望也越來越渺茫 根據美國國會諮詢機構 美中經濟及安全檢討委員會的數據 截至2019年2月 共有156家中國公司 在美國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 價值1打2萬億美元 再到美國上市是越來越困難 第二是會引起現在的尊概股 要麼就是推遲我們叫私有化 或者是轉到中國國內去上市 或者是轉到港股上市 等等的這樣的一個這種寒蟬效應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披露 納斯達克交易所將公布 對首次公開發行的新限制 新規要求 企業集資規模 VOLA